《大陸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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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我們台灣 因為進口的年紀是成長的 所以不是說 有很多我們台灣可以種 尤其是小麥 我們成長的就是很新鮮 還沒有毒 對小麥這個文化 一定要達到對小麥的認識 豐洋麥浪與其飄 那是一个有美的意境 有美的话题 每到三月 饱满而下垂的麦穗 黄金麦田一片一片 在台中大雅区蔓延着 随风而来的是空气中 弥漫的日光晒厚的麦香 大雅区一直有着 台湾小麦之香的美称 是台湾小麦的主要生产地 每当小麦收割的季节 大雅区会举办 一年一度的小麦文化节 不但吸引了大批前来的游客 也为原本安静的农村 带来了人潮 热闹喧腾的活动 到今年已经举办了第九年 张文言这位幕后推手 是世代居住在台中大雅的麦农 他对台湾麦子 有着满口说不完的麦子经 有着满口说不完的麦子 你比较好的 你不要吃过这个 这个以前我们小时 没有什么饮食 生吃吗 吹吹的吗 吹吹就像我们的麦子 不过来看看 这个很好吃的 这个像我们在吃的口香糖 我们的口香糖就像什么 我们的口香糖就像什么 这个咬一咬跟口香糖一样 有点黏黏的 要哭掉吗 吹下去啊 这个很营养耶 太快了啦还没吃 快咽哪一个 张文言像许多的年轻人一样 退伍后离开农村到外地工作 但却不是那么的顺遂 后来因为小时候 田里长大的记忆 和一份对家乡的情感 二十多岁时 就回到家乡拾起锄头 重新做回自己最熟悉的农夫 而一做就做了快三十年 大雅因为临近台中都会区 土地逐渐开发 所以农地面积渐渐缩小 年轻人口外移 农村人口老化 这几年农地休耕的情况 也变多了 看着小时候成长的麦田 越来越小 张文言面对休耕的农地 总是觉得特别可惜 所以今天特别去拜访 这位老邻居 想把这块休耕的田 租下来 加车 去оны 这 逛这 我要逛这 上面凌赫 hydration 的时候才很难 我现在就做了 没有来说 这是 сил 泰山 对 ? Stay 你是不是在做产了 那应该是 管理上没问题 可以啦 可以啦 好啊 好啊 不然就麻烦你 没啦 没啦 与地主达成协议后 张文言一早就开着梨田基 前往松土整地 这如果看到这个蕭筋 实在看下去 感觉很不好 因为我们这边都有人製作 蕭筋的蟹就影响隔壁 因为蕭筋的鸟齿 一些糖 一些那些蜜味 就影响我们边有製作 对啦 我希望像这蕭筋 可以减少 尽量 尽量製作 因为土地就是要製作的 你土地放在那里面 感觉看到这样 这个地方的产都是不产 这个藏着生很好为产 所以我们蕭筋很怕生 农田复耕 土地能够活化 在张文言这样的农夫心中 就多一份踏实 在张文言的记忆中 家中从祖父那一辈 就开始种麦 从小又跟着父亲一起工作 所以种麦对他来说 是一种切割不了的情感 而且对于像张文言的伯父张甲 这样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农夫来说 种小麦不只是一段重要的回忆 更是当时养活农家的重要功臣 那时候每天都要购买 现在二级坐在那里 站在那边购买 那时候收成败 在外的鸡都鸡 鸡的鸡是四五千斤而已 六祖 老鸡祖 三鸡 鳳鸢 什么都 那些人都会 叫的都没有 又有水祖 那时候手臂拆着 拆着就要走 所以没有这些麦 富士才保重 就是不够 我来做这个富士 也是来做米条 而且那一段 比较厚 那时候不够 做那一段 就来做大米来吃 自己做好 台湾小麦的种植 早从日炬时代就开始了 当时的日本政府 大力推广在冬季种植小麦 目的是为了提供日本的粮食 根据丰年社台湾农家要揽的记载 在1958年到1962年间的高峰期 全台湾小麦的种植面积 有两万五千公顷 但是后来 因为政府的粮食政策改变 不再收购本土小麦 所以农民纷纷弃种 在1964年到1974年这段期间 台湾小麦种植面积奏减 只剩原本的百分之一 政府采取高吃低进的荣业政策 就是把价位比较高的蓬莱米 外销日本 然后进口比较低廉的小麦 来补充粮食的不值 加上战后 美国和生产机制的改进 粮食生产过剩 因此小麦大量外销 所以农国五十三年 我们从国外进口廉价了小麦 所以本身小麦在培面积 也显至减少 自农国六十三年 只剩下三百到六百公顷左右 台湾小麦的种植面积 在短短时间内大幅缩减 但是大雅区的麦田 却得以幸存 原因是从1975年起 普里酒厂 开始向大雅地区收购小麦 作为酿造绍兴酒的原料 因为这个契机 大雅的麦田保存下来了 而对于当地老一辈的麦农而言 只是另一段风光的历史 阿姨姨 这一家麦要收购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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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那一家麦 都要搞不定 就像我那一段 你应该也要做得到 有啦 冷漏的放到没有落 放到去把那些 那些 放到那些 放到那些 放在那些 整厨 整厨 再用火旁去蓬 小麦田保存 我用手工拐 我拐一半 只拐一半 就拐一半 没什么用 没用去摆 是啊 放到没有落 好 放手要好 放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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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普里酒厂副厂长林金华的说法 1975年到1991年 是普里少青酒最风行的年代 当时还是酒厂包装谷鼓掌的他 回忆起那段时间 仍然是记忆犹新 大家都很辛苦 早上做到晚了 机械都不停 那么车子就在外面等了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 产品出来 我们不用搬 那个卡车司机 他自己就搬搬着走 因为整个车子都在外面等 那盛范真的是 是很难去形容他 盘装酒呢 至少一格而已 两万多盘 盛范就是空前 曾经是喜庆宴客最受欢迎的绍兴酒 随着酒类开放进口 销售风光不再 酒厂也不再向大雅的农民收购小麦 麦农再次遇到瓶颈 但是幸运再次力临大雅 1990年 大雅农会签下 和金门酒厂合作的契约 在大雅地区契作 提供金门的小麦原种 那后来我们有找到一个新的契机 就是跟金门县政府农业实验手 跟他们合作 因为金门县都是看天田的 他们如果拿不如 他们就没有办法收成 没办法种植 所以说他们生产的种植 它的品质就比较差了 那大雅生产的种植 较漂亮较金 而且它的那个品质 比较适合当种植 所以说我们就当专业的采种田 在粮食政策改变 和进口小麦的剧烈冲击之下 经历了几次的危机和转机 大雅地区的小麦田 目前有70公顷的种植面积 虽然和全盛时期的落差甚至 却占了全台湾九成以上 而这段种植小麦 兴衰曲折的历史 也成了大雅地区重要的印记 谢谢 对当地人来说 结碎的麦田代表春天即将来临 温暖的南风吹来 也就是冬季里种作的小麦 成熟收割的时节 张维妍担心接下来的雨天 影响品质和产量 趁着晴朗的好天气赶紧收割 今年想说 因为我们刚才要收冬的时候 没有荷水来炒 所以说我们的收盛 收冬都很好收冬 你如果像去年 因为荷水太多 在要收盛这里 荷水在落在落 就影响收盛了 荷水也出现 这是扩天的 真的都是扩天的吃饭 大雅小麦种植面积有七十公顷 张维妍一个人就种了十公顷 在每年的二期到作结束后 许多农夫选择休耕 张维妍却坚持继续种植小麦 除了根深蒂固的情感因素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动机 我是感觉 我们台湾 因为荷水太多 所以说 是不是有很多 我们台湾可以做 尤其是小麦 因为我们生产是更新鲜 还没有毒 大雅的小麦能够续种的主因 虽然是因为酒厂的气重 但不能忽视的 还有当地麦农的努力 对张维妍而言 小麦是情感的记忆 也代表现在大雅的特色 更可能是未来的契机 所以她全心投入 小麦的栽种与产销 小麦在收割脱力之后 必须立即干燥 张维妍特地在家里 设置一个干燥工厂 她和太太正准备 将刚刚收割回来的 新鲜的小麦进行干燥 我们这个栽种了 因为我们这个栽种了 本身的发热 有淀粉 所以我们一定要随时 快把栽种了 我们的干燥器就在烤 不然经过头 10点钟 12点钟 它就变出的酒味 有酸味了 像这11个 目前我们的太空包 这到头15公斤 像这台 像这头6个 至7个 这有整个过程 放到大火 要4、6点钟的时间 为了避免麦种热死 会影响发芽品质 干燥完之后 也必须立即装盖煮藏 一道道的手续 必须全神贯注 让张维妍和妻子两人 在收割的季节 常常忙碌到日夜颠倒 这如果在热灭的时间 他们在这里 统统有五台 你五台 如果照顿大圈 你随时要注意的温度 注意的大度 所以我们 可以说 睡的时间很少 一晚上睡一两点钟而已 不能说这样 整个月都睡 以前是要照顾 这个仪式小时 热就不可以睡了 因为你没有关键热灭 因为这就是时间而已 这些昂贵的设备 一年之中使用率并不高 所以当初要投资时 张维妍经历了一番挣扎 但是为了保持高品质与新鲜度 硬是砸下了百万 买下五台干燥机 同时也让附近的麦农 因此有一个可以干燥麦子的地方 这个木前 外面 我们的农友 的行者机 头部都没有了 都是大型的 都是大型的 大型在行的 你要叫人行 行这个买买 有的人没有 因为怕去买就切了 所以我们就是 没办法 一定要给他 这个干燥机 干燥机当然这是 如果要依说 我们的投资报酬率 这是十分不好的 因为他跌跌的时间 一年可能作业 差不多在半个月的时间 而已 出现的时间都放在行 我这个地方也好 只剩下来 但是为了 因为我们有 做这个小阿嬷的东西 你没用这个还不可以 所以还比较 说过去小家 也是要做 切笔一个来做 今天时代都是自己的 所以要做 自在烹荽 老师 都在世代 没有饮料 都在上等 是在做鱼 拿鱼来喝 很健康 在这里没有 放火煎 也没细一 对人的身体很好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這都自己做 這是大麥 用大麥 然後炒 炒炒的 小胖 好 麵 麵到麵 每年從三月中開始 麵子就是張文言和太太生活的全部 收割麵子 烘麵子 全都搶在半個月之中完成 就輕做 這麼輕做 吃飯 相若有太太的支持 兩個人一起耕做10公頃的麥田 五十歲的張文言在大雅 依然還算是年輕的農夫 83岁的伯父张甲 是张文严妇直辈亲戚中 还在夏田的老农夫 张文严一有空 就会来关心老人家的生活 陪伯父聊聊天 而在张甲的眼中 张文严和妻子戴淑文 是一对认真诚恳的夫妻 他就变成了一个腰 现在你有说 当时都没有学习 当时都没有学习 两个狗都没有 两个狗都没有 折到百岁 也折去 这三个百名 今天他折在我上 补水又淹水又淹水 又淹水又淹水 明天再来 如果比较浪浪 明天再去就不要刮 就要进来胖铲 胖铲到没有 成名城都要紧捕 现在春风起来 新丸捕 修生就比较快了 鸭子就会 那小毛腰腰太大 那鸡鸡鸡鸡鸡 出关心 而在大雅还有另一位 跟张婉颜一样 属于大约四五十岁 幼年充满小麦的记忆 现在对小麦充满热情的人 赵盛杰既是农夫 也是艺术家 在自己家的土地 种满了小麦 在他的麦田里 处处看得到 把小麦融入艺术的创意 他希望家乡的小麦 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我是从小生在这个大雅 就长在这里 我对小麦的记忆 就是来自于我的阿嬷 我是一个阿嬷带大的小孩 那在每一年的春天 就是小麦收割这个季节 阿嬷就牵着我的手 到麦田去捡食这个小麦 阿嬷说这有很求求 掉下去的那些麦粒 麦税 我们可以捡回去做炒 炒这个麦子 那来给大家吃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珍宝 那我最大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 炒到这些麦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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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麦粒没有盐 一碎就要一二十粒 二十多粒就看 一碎就一碎就一碎了 我说要炒烤 不可以浪费 赵盛杰从小就生长在农村 祖父与父亲都是木器工匠 他在南投的窑场学成之后 回到故乡 开始思考把小麦的特色 融入艺术和生活之中 刚才画的小麦是一个一个往上 它是一个一个往下垂的 这是燕麦 那现在是草绿色 它在一个月以后 它整只都会变金黄色 在赵家窑里 全家一起为理想而努力 父母与三兄弟一起工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 负责不同的领域 一起把家乡的小麦 推向多元的文化层次 一片绿色的麦田 虽然还没有成熟 赵盛杰就忙着收割 以前附近的农民都觉得奇怪 但在赵盛杰眼中 小麦其实不只是小麦 利用巧思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这个是提升这片农作物的 就是麦田的农作物的产值 像这样子的小麦 如果去骨 去了那个壳了 它趁金一公斤给农会 是23块 那我现在把它变成 这个可以做成的干燥花 它可以是一公斤 可以产值到450块 它的产值就会提升了 那我把它变成干燥花 它的中间有一些加工技术 我们回去要慢慢地剪 剪实它 在工作坊里 到处都有有关于小麦的创作 对赵盛杰而言 整株麦子都是可以利用的元素 在它的陶艺创作之中 家乡的土地和小麦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做上这些原料 都是做陶瓷的原料 而这个在地化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底面积 黑色的部分 就是这个清泉钢的红土 我们大雅清泉钢这边的红土 由这红土调背而成 我们做出这表面的拟质 那你看到这一点一点的地方 就是这个小麦的灰 这小麦的灰 就是由于这个麦杆 小麦的麦杆 烧成的灰烬 变成的麦灰釉 所以这里面的材料 就充分的运用了农田 还有在地性大雅的一个特色 在早期我在做的时候 烧并不怎么理想 因为我发现里面 它含的原料 食音是比较高的 那我用一般的杂木灰 它烧的温度 在1200度就融了 但这个小麦的灰 一定要到1230度上下 它才会融 那我经过很多次的调配以后 我发现这个油料 可以烧出很食音的光泽 那一点一点的地方 它就是小麦的灰 赵盛杰希望麦子 除了吃之外 它有更多的用途 当年他与张文言 和一些当地的文化人 开始推动小麦文化节时 就不断思考怎么呈现麦田的特色 于是他们想到第一步 可以从农夫最头痛的鸟换开始 初春到来 温热的南风迎接结碎累累的麦子 同时也迎来了田间的时刻 而这些不请自来的时刻 对小麦的收成构成构成极大的威胁 如果牙齋在鎮中到7匹就來了 牙齒都來一斤而已 一斤而已 一斤而已 回來的時候要整個一顆一顆 如果還要怎麼知道都沒有了 最後這江戶也有兩個人驅出 八分這麼高 太空包三嵩 那些都配一隻條 那就沒有辦法 在大雅,小麥屬於粗放型作物 種植時不用農藥和化學肥料 讓它自然生長就好 但是到收成時,頭痛的問題才開始 而張文言自有一套應對的方法 好,這條,這條,搞定 我們廟後,從來起到以外 再來最怕就是這條海 因為當天這個時間,剛好很多都收成了 這條不太好吃 看來這個麵好,就從廚來吃 多少就拿一些小麥麵 小麥麵,小麥麵去吃 它就比較不會吃,我們餵的要吃多 總是它就吃了,才吃了 春的就是我們才來收成 然而從古至今,對付這些食客 大雅的農民另外有種傳統的方法 其實我做這個東西本來是好玩的東西 我本來是要小孩去玩 可是我當時走在餐的時候 我跟那個椒子四季 或是我們做餐的人用 沖田袍去走椒子 我覺得這都是比較不安保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古早老爺的東西 我們都用那些農民 都可以拿去乾椒子 用山、乾椒 所以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們做菜的人用風修 但是不要去想 這個大廚人家的生命 從古早時候 大雅的農夫為了趕走鳥群 他們就地取材 將竹子剖絆之後 利用它的彈性發出聲響 來製作乾鳥的器具 張璞雲繼而把兒時的童腕 也變成趕鳥的工具 讓農夫驅鳥的實況 重新呈現 這個驅鳥嘛 大部分是用噪音 這是噪音驅鳥 這是噪音驅鳥 然後或者是用趕的 用蛋公把它趕走 我們最主要是要趕小鳥 不是要射小鳥 所以我們是把它趕走 或者是用筋下著 我們用這個老硬下它一下 然後或者是用這個 發出響聲 我們用拉著它就有噪音 我們永遠的 用一條線就把它把它動 各種趕鳥器 雖然不能完全阻止鳥 對農作物的侵害 但在這些農夫身上 看到對土地的關愛 對生命的尊重 在小麥的收成期間 農夫趕鳥實況的重現 讓外地慕名而來的遊客 瞭解當地的農耕生活 而這樣的農耕景觀 更可以轉換成 小麥文化的內涵 每一年我們去辦文化節的時候 麥農它總是在趕鳥 或者是趕人群 因為人群會去採它這個麥子 然後鳥會去著食它的那個賣力 那我發現說 如何能夠把這個壞處變成好處 那我們就在麥田佈置了麥草仁 那麥草仁 現在有縮小版的銅腕 那銅腕可以變成麥草娃娃 現在這個麥草娃娃 也是很多遊客來到大雅想要操作的 這個陶石風鈴風一吹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聲音也會趕鳥 這個趕鳥的文化 除了這個風鈴以外 還有創造出旅旗 風洋麥浪 旅旗飄 那是一個有美的意境 有美的話題 那也讓麥田增加一些樂趣 讓民眾可以很了解說 原來這些都是在保護農民的收成 那我是民眾 我也可以去體驗這個小麥的文化 從熱鬧的趕鳥文化開始 小麥衍生出許多的地方特色和文創商品 再再都吸引了遊客的興趣 因此每年的小麥文化節 吸引了大批的遊客 來體驗種麥 割麥 以及大雅麥鄉傳統與創新的小麥文化 很興奮 因為生品第一次看到 覺得很天然 很自然 小麥的那個長出來那種 那個麥穗這樣子 蠻漂亮的 特別有特色 因為它的小麥文化做的比大陸好得多 還是蠻有特色的 可以讓城市人們體驗一下這個小麥 蠻文化吧 可以這樣 因為之前也沒有來過大雅 也不知道說大雅有種這麼多小麥 然後今天這樣來體驗 然後就覺得很好 其實也是可以發展起來的 這裡原本是一所廢棄的小學分校 以前雜草叢生 差點變成是遊民的聚集所 在張文言和社區人士的改造之下 變成了麥根小學堂 現在是展示大雅小麥歷史的重要地方 這群大學生聽著小麥之歌 看著牆上展出的歷史簡介 這對當地麥農來說都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不管是麥根小學堂 或是小麥文化節 目的都是讓更多人認識大雅小麥 把小麥農產和商品推廣出去 小麥是一種適合溫代地區種植的植物 很難和地處雅熱帶的台灣聯想在一起 而大雅地區能夠種出優良的小麥 是因為地處大渡山台地的延伸 屬於沙質土壤坡度好排水性加的關係 而另外的優勢就是當地的人文背景 在大雅這邊會很普遍的栽種 其實最主要還是我們農民的經驗 這個經驗是需要很長時間累積來 因為小麥在農機具上跟水稻都是可以共用的 那這個部分除了機具上面的方便 不用另外添購以外 也可以增加農民的一個額外的收益 因為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個因素的具備 大雅小麥田能夠種植至今 但其實在這些因素的背後 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重點 那就是栽種的品種 以往品種的選擇是以氣候條件和製酒的需要為前提 而現在賣農們需要更符合經濟需求的品種 這也是農改單位和農民們目前努力的方向 我們現在看到這片 我們這個大雅麥 就是現在最重要的大雅麥片 接這個東西 我們這是正說我們要給它試種 因為畢竟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這裡可以植出比較多東西 種植農藥的收益 我們不要說都以量的取勝 我們是以植跟人不一樣 我們這裡有成山這種 再來我手提這項 這項是我們的裸麥 就是我們青柯 這是我們剛才引進回來 來試試看 試看我們這裡有色合種 有色合種也是雞醬作品 這就是我們一般的小麥 我們的小麥你要看它的芒 它的芒是比較低 這種青柯裸麥這個 這芒比較長 它的水頭看起來也比較完整 比較大 所以不一樣 不過這都在試驗 這會不會試都不知道 這算是每次都試 這因為我們有新的瓶頸 在重新的試驗 我們為了比較多它的發酵率 所以說我們用瓶的 要用瓶的這個發酵率百分之百 都會出 這個瓶頸可能有我們 只要把它吃起來 有多少一盎 這兩盎的三盎 所以我們現在 試一些新的品種 除了產量 另外一個重點是製粉率 台灣以往栽種的小麥 多半是為了製酒 它的製粉率並不高 現在要用來製作食品 必須研發新的品種 來供應台灣食品加工業 這樣才能落實 在地開發生產的目標 從民國100年開始 我們恢復我們的 小麥育種計畫 那我們從 國際玉米小麥研究中心 引進了1200個品系 來進行一個選拔 特別就是我們要在它的品質上面 來做詳細的一個品質的檢定 來選拔說 例如說可以做我們的 台灣的一個麵條 或者是麵包類的一個 小麥的品種 大雅的麵粉廠正忙碌地製作麵條 集氣上整齊的麵條 正是來自大雅的小麥 除了跟金門高粱酒廠器做之外 大雅地區的麥農 近幾年來也開發不同的農特產品 來拓展小麥的銷路 產量雖然不多 但也逐漸在市場上展露頭角 我們大雅地區就是種植小麥 它的面積很大 那我們在全省各地也有一些 廠商跟農民做器做的動作 那他們會把他們的產品 研磨成麵粉 然後送到我這邊製作成麵條 那我們當地的農民張文言張大哥 也把他的小麥拿來我們這邊做生產 跟加工製造 經過這幾年的努力 大雅小麥漸漸被大眾所認識 雖然目前台灣本土麵粉 在市場的市占比例還很小 但是卻已經漸漸帶動 大雅區農民種植和生產的意願 我們現在有很多企業 因為辦小麥文化學院的殖民度比較高 他們就來跟我們砌作 砌作之後這個大雅公司 他就將小麥磨成粉製成一些產品 然後送給他的員工 還有一間大國內的餅乾工廠 甚至他本身也有賣賣賣去做 目前現在在金融和台灣銷售店 接著一盤一盤 雖然國產的小麥價格比較高 但是仍然有不少的民間企業與團體 願意跟在地的賣農契作 這對賣農和土地利用 都是正面的鼓勵 其實現在很多注重在地的農產品 比較高利用比較高的價格 買我們的小麥來製成這個食品 這算是經過我們農民 在這個東西各種收成 各種收益 對我們農民來說算非常好 台灣市面上的進口麵粉 比例是99.9% 一般人很難吃到本土小麥製成的食品 而目前在張文言及熱心民眾協調之下 有了屬於大雅在地的特色食堂 這個麵粉是我們大雅鄉自己 我們有麵粉廠 然後自己來研發 用我們在地的東西 那在地來做我們的美食推廣 我們的白雅煎 就是用特別用麥芙跟胚芽去做的 還有我們的小麥那個麥芙的拉麵 我們很新鮮 都是自地自產 你吃了很多化學的東西 來我們這邊就是吃很天然的東西 所以就是幫助我們農民 來樂於種這個小麥 麥田的契作 小麥製品的多元生產 這些都是為了讓麥農增加收入 鼓勵耕作 而在今年又多了一個好消息 所以張文言還在收割後的田裡 忙著整理剩下的麥感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我們的昆草機 然後將麥芽收起來之後 這個麥芽草 一般我們是都把香香的爛做 在土壤做肥 但是我們現在跟國內 有一間很大間的爪槍 配合 將我們的麥芽草拿去做我們的爪 用這個麥芽草來做爪 可以減少掃我們的手拿 掃我們的森林 所以是很環保很好的這個麥芽 這個麥芽 好 來 看麥芽 這要上高雄 要去做爪 因為小麥文化節 讓大雅的小麥增添不少名氣 一想不到 也讓麥田多了一份商機 當初他們這個爪槍 他們來參觀 高雲瓣小麥 我們來參觀看到 這個麥芽草 是不是來研究來做爪 結果他們上幾年的少量 拿回來做試驗 試到覺得這個爪質不錯 做出來這個爪的品質不錯 所以今年量有比較多 對 農民也加強受 他們這個可以 本來你是家庭而已 現在不是 現在你還可以賣錢 我們這種的東西 就算 說算廢物利用 也幫助我們的大地 說我們要出多少錢 來做爪 在大雅區 小麥的用途 已漸漸改變過去的思考模式 開啟了更多元化的產品 和產銷方式 從農產 食品 文創到加工 讓產量不多 但是極具地方特色的小麥 有了明確的道路 還不算太熱的四月天 農夫們緊接著要進行稻米的耕作 小麥田也逐漸被第一期稻作種植所取代 我們冬季製作種植所 種植後 我們現在算一期春耕的時候 我們把它香香 再來補一次蟲 讓這個土地可以重複利用 因為種植後 我們的蟲子 有些打油的土地 我們現在下去 它的土地養分 有這個蟲子炒得夠 它會比較好 對我們這個蟲會比較薄 那肥子炒得比較薄 你把蟲子炒下去 要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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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附近有農友要播種 張文言特地去幫忙 他說只要有人播種 左鄰右舍都會互相幫忙 順便聚會談笑 交換農作經驗 今天要補咖啡 沒有補一下 看今天好聽 沒有 你如果像蟲子那種蟲子 你會不會去掉 多久 辛苦會有代價 努力最終會慢慢受到成果 在一齐到作的稻田里 张文言站在自己种的稻子中 告诉我们 你来这里没有评到一个醋子香 这个醋子香是很天然的东西 我们在做产人评到这个香药 浸泡得多好 多好 说起来说比较好观估 但是为他的牌子就是 他的山洋没人像一般的醋子 哇 看得太好 当汉地变为湿地 小麦变成水稻 张文言对这块土地的努力 还是一本初衷 希望家乡的这片凉田 可以持续耕作 希望农民有更好的收益 对故乡的土地 他永远是多一份期盼 因为现在我们的浪地 渐渐在渐少 工资有点点 尤其是在我们当地的中古来 一些浪地都拿去替工厅 再来就是说 有医院装这个牌子 这些浪运 有的都这么多花 这么多花 只要你还要装 就是一定要有一些 这些年轻人 来搭种植这个行业 因为装这个牌子 你如果自己装一个 整个三五分钟 一家地 这算没这个粮 没这个结设来 所以说 比较大量的 像年轻人 如果有幸福来做产 可以说 加益这个种不错的行列 赵胜杰用创意 经营他的梦想 希望能在自己生长的土地上 尽力担任麦田的推手 其实在大雅的小麦 现在已经不是 只有办文化节这个领域 因为文化节是一天的 我比较觉得 对小麦这个文化 一定要达到 对小麦的认识 我们只要对它的整体的 小麦的渊源 还有种植的技术 还有相关的一些生态 我们要了解它的文化深度以后 再来对外提供一个广度 这个广度就是 从它的应用面 小麦它可以运用在生活里面的 食衣住行育乐 它的广化的程度去推广 从农夫对土地的感情开始 到农村找到自我的定位 大雅的小麦田 不再只是简单的农作物 这片金色盎然的麦田 牵动的是 农夫与土地之间 友善的互动 是人们努力创造 土地价值的证明 一个农夫 默默耕耘 让人动容 一群农夫的努力 则令人期待 期待小麦为大雅 带来更丰盛的收获 为土地带来永续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